台軍舉行漢光37號演習 台軍所謂戰時最高指揮中心 發生火警 遭島內民眾群潮 島內還有聲音鼓吹 要部署前射彈道導彈針對大陸 這些年我們看到漢光演習 越來越設備先進 越來越戰法上花式百出 其實都是民進黨 以武俱統的一種具體的體現 像這個說常規潛艇裝彈道導彈 這反映出來它目前的一種 處於非常不確定性的 甚至有點驚弓之鳥的一種東西 日本防衛省被曝企圖 再度增加防衛預算 跟著美國五槍弄棒 日本防衛向岸信夫訪問越南 極力拉攏 暴露日本怎樣的野心 這點軍費它要的不是說 買這個槍 買這個炮 而是我要買的是我的地位 我們都知道在中國周邊 那麼以美國為首的這些勢力 希望形成一個對中國 全面遏制的這樣一個鏈條 美飛防長在華盛頓會面 聲稱要加強防衛合作 又會給南海地區局勢帶來什麼變化呢 防衛星觀察它要專家為您深度解析 台軍舉行漢光37號演習 台軍所謂戰時最高指揮中心 發生火警 遭島內民眾群潮 島內還有聲音鼓吹 要部署前射彈道導彈針對大陸 這些年我們看到漢光演習越來越設備先進 越來越戰法上花式百出 其實都是民進黨以武俱統的一種具體的體現 像這個說常規潛艇裝彈道導彈 這反映出來它目前的一種 處於非常不確定性的 甚至有點驚弓之鳥的一種東西 日本防衛省被曝企圖再度增加防衛預算 跟著美國五槍弄棒 日本防衛向岸信夫訪問越南 極力拉攏 暴露日本怎樣的野心 這點軍費它要的不是說買這個槍買這個炮 而是我要買的是我的地位 我們都知道在中國周邊 那麼以美國為首的這些勢力的 希望形成一個對中國全面遏制的 這樣一個鏈條 美飛防長在華盛頓會面 聲稱要加強防務合作 又會給南海地區局勢帶來什麼變化呢 防務新觀察特要專家為您深度解析 各位好 歡迎收看防務新觀察 我是寧昭 台軍漢光演習於13號開始 然而在演習前夕 台軍的最高指揮中心卻發生火警 被網友諷刺到這海演什麼呢 具體內容 我們來看今天的第一個觀察短片 據報導 從13號開始的台軍漢光37號 實兵實彈演練 演習將持續5天4夜 其中將演練IDF F16V 幻影2000等戰機 及ERK預警機 依序在加東戰備道起落 台軍方聲稱 此次演練是要驗證台軍 對於西南空域的戰術戰法 並模擬屏東軍事機場跑道遭炸毀後 戰機降落加東戰備道 實施油彈整補的應變能力 台軍在演習中設計的另一演習重點 是所謂海風大隊 機動二中隊的作戰效能 這支中隊剛剛成立 並首次參加漢光演習 配備了雄風三型 雄風二型反艦導彈的機動發射車組 聲稱要在演習中演練對海壓制 另據島內媒體報道 在演習前夕 台軍戰時最高指揮中心發生火警 甚至讓指揮所停止工作30分鐘 對此台防務部門否認了這一說法 稱是例行性作業維護時 造成瞬間火花 對此島內網友並不買賬 並表示指揮所 因為一把火差點失能 這不是零戰力 什麼是零戰力 值得注意的是 近來島內還有聲音鼓吹 台當局正在推進的自製潛艇 應該考慮配備部署 潛射彈道導彈 用隱蔽的水下發射模式 實現所謂源頭打擊 妄圖以此威懾大陸 那麼漢光演習 遭到島內民眾的群潮 狀況頻出的漢光37號 台軍到底是在演習 還是在演戲呢 防務新觀察馬上為您解讀 歡迎兩位專家 台軍的漢光軍演開始了 並且這次聲稱要持續五天四夜 請教兩位專家的觀察 這次演習 有什麼值得關注的地方嗎 張先生 我覺得換湯不換藥 演習更像演戲 好 宋先生 看他是否能跟隨美軍的腳步轉型 好 張先生請 應該說漢光演習 是台軍的年度的一個演習 這個演習呢 規模應該說在台灣島內的 這些演習當中 規模是最大的 那麼今年呢 這樣一個演習呢 其實我覺得跟以往 沒有太大的區別 只是用了一些新的裝備 比如它的這種雄風3的導彈 比如說它的 采用這種戰備的跑道 進行飛機的起降等等 而且這裡面最值得關注的是呢 他繼續在演練著反斬首的 這樣一種動作 去年的時候 他已經演練了這個反斬首 可見其實內心還是比較虛的 沒錯 還是怕解放軍 採取這種強力攻勢的 所以從這演習來看的話 我覺得很多場面看似很熱鬧 也引起了很多人圍觀 甚至好多人用手機拍攝 但是呢 還是跟以往一樣 我覺得這種作秀的成分更多 但是在實戰當中 這樣的戰法其實不但無用 而且是一個自尋滅亡 所以我們說呀 這些年我們看到 漢光演習越來越設備先進 越來越戰法上 這個花式百出 其實都是民進黨 以武俱統的一種具體的體現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 不僅浪費台灣的這種血汗錢 老百姓的血汗錢 而且呢 還會營造地區局勢的緊張 最終以武俱統 我們知道就是死路一條 宋先生請 我們知道美國現在 這個幾個軍種都在開始轉型 準備迎接這個拜登政府 在明年推出的國防 新的國防戰略 那麼新的國防戰略 美國智庫也設計了 幾種的這樣的一個模式 比如說日常競爭 還有全面競爭 那麼就在競爭層面上當中 怎麼來解決這個 所謂的反制大陸 那麼美國智庫也提出了 很多的東西 台灣呢也做了回應 就在幾個月前 就在一個多月前吧 他公佈了四年的 所謂的防務檢查報告 對吧 很長 最後底下他說到了 要進行非對稱 簡單地說是跟美國的 這個軍事轉型也是對接的 那麼這次的漢光演習呢 當然我們要從細節上來 仔細地審視呢 他是不是做這個轉型對接 做了一些調整 這是關鍵 因為美國呢 已經開始做了一些 至少從理論層面說 開始做了一些設想 那台軍的這些漢光演習 將來是不是會放 智庫方面轉 和美國來配套轉 等於說 所謂的防護台灣安全 是以美國為主 用所謂的偵察為設 然後接著台灣來配合 這和他之前一個多月前 公佈的四年防務檢查報告裡面 最後結論上他要說 要發展非對稱 也是對接的 所以說從他的指導方針 頂層設計方針上 他希望有轉型 美國也在轉型 沒錯 他們之間有沒有一個 無縫對接 這一塊呢 倒是我們從軍事層面 純軍事層面 作戰層面要關注的重點 那麼在演習前夕 還鬧出了個笑話 就是台軍的最高指揮所 發生了火警 您怎麼看 這個其實呢 只能說是個花絮 為什麼呢 在這次呢 在這個大直的恒山指揮所 是因為這個系統改造等等 電焊 然後引發了一些火情 當然台軍方面肯定是 這個不能直說了 始終說 沒有 這其實是一個 看似是個花絮 背後還是有著 很強的一個意味在裡面的 因為我們知道 恒山指揮所 是台軍的 整體在作戰時候的中枢 它不僅是這個 台軍的最高的領導人 去指揮作戰的場所 同時也是台軍的信息中心 周邊的海空情況 它也是這個信息中心 另外呢 台灣那區領導人呢 把恒山指揮所 還當作一個避難的地方 因為我們知道 他在這個 一旦遭到解放軍打擊的時候 他要逃跑的話 幾種方式嘛 要不然就是用這個 雲爆装甲車 甚至現在還採購了一些 重型的機車 就是摩托車 快呀 速度快呀 能夠騎著胯子就走了 然後還有呢 就是比如說 利用直升飛機啊 飛到這個 美國的航空母艦上等等 其中還有一個 就如果被包圍了 那這個台軍的 他的統一指揮怎麼辦 就鑽到這個 恒山指揮所裡去 那這樣一個指揮所 你一個系統改造 都失 造成失火 造成失能 那麼真正如果遭到打擊的話 你想想他的作用 很可能 那比失火要嚴重多了 所以一旦中枢被打掉之後 那台軍就是群龍無首了 所以這個事情也引起了大家 這廣泛的關注 特別是台灣民眾的關注 那我們現在還有聽到 島內有聲音鼓噪說是 這個要給自制潛艇 裝備前射彈道導彈啊 宋先生 您覺得是不是 台軍有點自不量力了 這個確實是 因為他要不一驚一乍 與不驚人 事不休的這種話語 其實咱們已經聽過很多 對吧 在媒體上說了這個那個的 這個也是其中的一類 這反映出來 他目前的一種 處於非常不確定性的 甚至有點驚弓之鳥的 一種東西 沒錯 否則的話 這個東西不會有市場 因為明擺著 從正常的這個知識來講 常識來講 這個事都是不可能的 對吧 他們但是還在不斷說 但是還有人聽 所以對這個東西 我們不必要在乎 他是給自己在那壓驚 他已經要恰恰說明 他心裡沒底 近日 不安分的日本 又把手伸向了東南亞 一段廣告之後 我們繼續觀察 台軍舉行漢光37號演習 台軍所謂戰時最高指揮中心 發生火警 遭島內民眾群潮 島內還有聲音鼓吹 要部署前射彈道導彈 針對大陸 這些年我們看到 漢光演習越來越設備先進 越來越戰法上 這個花式百出 其實都是民進黨 以武俱統的一種具體的體現 像這個說 常規潛艇裝彈道導彈 這反映出來 他目前的一種 處於非常不確定性的 甚至有點精工之鳥的 一種東西 日本防衛省被爆 企圖再度增加防衛預算 跟著美國五槍弄棒 日本防衛向岸信夫訪問越南 極力拉攏 暴露日本怎樣的野心 這點軍費 他要的不是說 買這個槍 買這個炮 而是我要買的是我的地位 我們都知道在中國周邊 那麼以美國為首的這些勢力的希望形成一個對中國全面遏制的這樣一個鏈條 美飛房長在華盛頓會面聲稱要加強防務合作 又會給南海地區局勢帶來什麼變化呢 防務新觀察他要專家為您深度解析 據報導 日本防衛省在北越將制定2022年度預算申請 預計將大幅超過2021年度的房屋預算 日媒分析稱此舉是為了增強與美國的防衛合作 但日本防衛向岸信夫曾直言不諱地聲稱 要強化日本的防衛力量便需要資金 日本增加軍費可不僅僅是為了響應美國 更是為了提升日本自衛隊的實力 對此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 由於歷史原因 日本的軍事安全動向 一直備受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關注 日本已連續九年增加國防預算 日方動不動就拿周邊鄰國說事 無非是為其軍力擴張尋找藉口 中方奉勸日方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在軍事安全領域謹言慎行 多做有利於維護地區和平穩定的事 而不是相反 另據日本共同社報道 9月11號日本防衛向岸信夫在訪問越南期間 簽署了一項最新軍事合作協議 根據協議日本未來將可以向越南提供 國防裝備和技術 岸信夫還聲稱 該協議將進一步加強兩國防務關係 據悉 未來日本還計劃推動 包括日本自衛隊艦艇 在越南靠港在內的防衛合作 那麼日本在不斷增加軍費的同時 又把手伸向東南亞 閒露日本怎樣的野心呢 防務新觀察正在解讀 首先請到宋先生 我們觀察到日本不斷地增加防衛預算 這背後的意圖究竟是什麼呢 我覺得他是想藉著美國在印太地區的 這個戰略調整或者軍事轉型 他要填補一塊空白 而這塊空白對於日本來說是一個 目前的右翼政府來說 無論是誰當選將來 它都是一塊很大的政治資源 等於把軍事投入轉化成 他右翼政黨的政治資源 這個很清楚 包括他這次競選的高市 這個女的他說要變成國防軍 對吧 所以你看這個所有東西 跟美國在印太政策的轉型 他做了一個非常巧妙的對接 確實這個軍費可能對日本來說 也不是很容易拿出來 對吧 有很多別的事 疫情啊什麼的 包括別的事 經濟發展 但是對於這個執政者來說 目前的主體執政來說 無論是誰上來 對吧 那麼他都是可以轉化成這種資源 甚至高市都直接說了 這個政治資源轉化成的結果 就是自衛隊變成國防軍 對吧 所以你要仔細把這個邏輯梳理下來 那非常清楚 這點軍費 他要的不是說買這個槍買這個炮 而是我要買的是我的地位 我正常國家的地位 這一點很清楚 那麼我們觀察到岸信夫在訪問越南期間 是簽署了一份最新的軍事協議 想要張先生 您覺得日本這個時候為什麼要打起 東南亞的主意呢 我們都知道在中國周邊 那麼以美國為首的這些勢力的 希望形成一個對中國全面遏制的 這樣一個鏈條 過去我們說是第一島鏈 現在不僅有這種地理意義上的圍堵 還有意識形態的圍堵 和軍事上的整體威脅 那麼前一段時間呢 美國 日本 包括澳大利亞 印度等等 搞了一個所謂的這樣的四國的對話 那這樣的一個機制呢 其實就是坐在一起商量 怎麼遏制中國的發展 那這樣的一個力量呢 在這個整個東海 南海地區啊 包括亞太的地區 美國認為單靠一己之力 是難以達到自己目的的 要多拉一些盟友 也就我們所說的這樣一個 要把這個北約亞太化 希望能夠在這個地方 形成一個對中國圍堵的合力 那麼日本 日本是緊隨美國的 包括澳大利亞 包括印度 都各有各的訴求 就是它雖然也是跟隨著美國走 但是呢 它有它的畢竟都是 都是有影響力的國家 它有它的考慮 所以怎麼樣讓這個包圍圈 或者說它的這種遏制中國的 這個朋友圈能夠更大 所以它希望把這些國家 能夠如果形成一股城 那麼對中國整體的遏制 對它來講是最有利的 其實我們的節目中 也有持續地關注到 日本 美國 那麼前後角的訪問東南亞 這體現了美日 什麼樣的戰略野心 宋先生 東南亞地區呢 到整個這個印太地區 我們說從地理上這一塊 它佔據了相對比較中心的位置 對吧 印太地區那邊是印度 它在政治上這些年 就是冷戰之後這些年 承擔了很多的責任 比如說經貿上的 我們說十加一 十加三 十加六 因為中國採用不結盟的政策 而且基本比較就是不採用一種 咄咄逼人的軍事態勢在這個地方 所以中國沒有在這個問題上 說我要在這個地方當軍事老大 怎麼樣怎麼樣 對吧 我們更多的是這些年來 更多的是十加一也好 十加三也好 十加六也好 包括RCEP 我們更多強調的是人民的幸福感 經濟上的東西 美日它已經做了很多年 就是塑造東南亞 把它作為一個制衡 中國在安全層面上的堡壘 但是這些國家當中 確實也有一些特殊利益集團 那這個恰恰是美日要抓住這個東西 來把它放大 不斷地推 最後讓它成為遏制中國的一個槓桿 那最終是讓中國在地區 也就是說RCEP也好 以地區命運共同體為主的 這樣的一個大家追求 這個疫情後的經濟復甦 和人民共同過一種好日子 這個事兒我不讓你幹 而他們這些國家當中 確實也有一些利益集團要拿好處 在所謂的防返中國問題上拿好處 所以這裡邊是非常複雜的 那從這個角度上來說 這個美日的這一招 應該說是非常陰險的 除此之外 美國針對東南亞又有新動作 一段廣告之後我們繼續觀察 據美媒報導 當地時間9月10號 美飛防長在華盛頓會面時聲稱 兩國將恢復防務合作協議 允許美國擴大在菲律賓軍事基地的存在 並在基地修建新設施 並重申要進一步加強關係 同樣是在本月 美國通用原子航空系統公司 近日完成了一次有人機和無人機 組合飛行演示 利用MQ-20復仇者無人機 和經過改裝的空中國王200飛機配對 後者作為第四代和第五代戰鬥機的模擬機 集成了指揮控制系統的硬件設備 據悉 演示使用的復仇者隱身無人機 正是美國空軍中程遼機計劃的一部分 報導顯示 復仇者從莫哈北沙漠內的設施起飛 空中國王200 則從聖地亞哥的蒙哥馬利機場起飛 演示持續了大約兩個小時 那麼美國進行有人機和無人機的組合飛行 有什麼意圖 美飛為何又要恢復防務合作 防務新觀察馬上為您解讀 我們從短片中看到 美國和菲律賓的防長見面了 並且說要恢復軍事合作項目 請教兩位專家的觀察 這是在唱哪一出呢 張先生 說是軍事合作 其實還是希望利用菲律賓遏制中國 宋先生 我覺得他是想死死抓住 菲律賓這個槓桿 張先生請 其實你看 菲律賓它的戰略地位非常重要 我們看美國遏制中國大陸的發展 不管是以前還是現在 基本上這兩條島鏈 第一第二島鏈這條線上 它的兩個重頭 就像一個雅玲一樣 兩個大圓球最著實的地方 北邊就是日本韓國的相當的基地 南邊就是它在 比如像澳大利亞新西蘭 包括南太平洋的 這樣的一些基地 中間相對比較細 比較薄弱的 恰恰就是菲律賓的一線 那麼如果在菲律賓 加強了相當的軍事連結之後 就把這樣的一個防禦薄弱的地區 它能夠增厚就能夠形成 對中國有效的一個圍堵 所以這是它的 最關鍵的一個因素 但是菲律賓呢 現在的情況是呢 就是它也有意願跟美國 加強相當的軍事連結 那麼但是呢 同時跟中國又有著 更密切的一些聯繫 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就希望 能不能把菲律賓 拉到自己這邊來 能夠真正成為 它圍堵中國的戰略的一環 宋先生請 我覺得它是 通過所謂的軍事合作 來拉住菲律賓一部分人 比較親美的一部分人 來拉住這個 做這個槓桿 爭取把這個槓桿做大 因為我們看到 這個菲 防長 到吳教大佬訪問的時候 這個奧斯汀上來就說 它是我們最重要的條約國 對於美國來說 它有一個情懷的問題 那是一百年前 我進入太平洋的一個立足點 菲律賓確實它實實在在地 它住過去 而中間還有個反覆 那這個時候 菲律賓這個點 變成了一個文化象征 為什麼冷戰的時候 美國越戰出現 西貢時刻的時候 里根不惜花當時的錢 好像是五億多美元 直接砸在菲律賓 克拉克 蘇比克 里根當時砸這麼多錢 修這個東西 最後你看八十年代末 人家九十年代出 人家一投票走人了 按說你說你這買賣 你怎麼沒預判一下的風險 風險評估沒做 我不管風險 菲律賓是我美國 進入太平洋的一個象征 所以你看看 所以我們觀察到 這個非房長到這個 美國五角大樓跟奧斯丁 對吧 奧斯丁的所有的原話裡邊 我覺得說的是很滿的 就是你是最重要的 不可替代的條約國 對吧 美國會在這個點上 要下很大功夫 那麼接下來請教張先生 美國現在和菲律賓的 房長見面了 那麼菲律賓的態度 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應該說如果 美非加強相當的聯繫 那一定會改變地區的 相當的一些力量的平衡 特別是在當下 如果菲律賓選邊站的話 那對菲律賓來講 並沒有太大的好處 美國不斷地在渲染 中國威脅論 這其實讓一些 東南亞鄰國 有時候也產生一些 錯誤的認識 菲律賓也是如此 你看菲律賓當年跟中國呢 確實在一些問題上有摩擦 但是杜特爾特擔任總統之後 那麼很多問題上 採取了相對比較和緩的態勢 而這樣的和緩態勢呢 讓中非兩國的關係呢 也就更加地正常化 其實對於菲律賓的 不管是這種商品的出口 還是經濟的提振 都是有著很大的一個好處的 同時我們也看到 在對華的問題上 菲律賓仍然也是採取一個 非常謹慎的一個態度 沒錯 因為他知道這樣一個大的市場 這樣一個實力強大的國家 雙方之間能夠這樣的友好的合作 實現一個互利共贏 對菲律賓其實是非常有幫助的 另外我們觀察到 美軍最近在搞一個 有人機加無人機的配合飛行演示 請教宋先生 這體現了美軍什麼樣的企圖 我覺得這已經是很長時間了 其實在去年8月份 美國這個空軍換了這個領導人 就是空軍穿制服的領導人 叫空軍參謀長 穿制服最高領導人 就是布朗 8月份一上任的第一天 他就發布了一份備忘錄 叫加速變革否則敗北 在今年的就在上個月 美國的空軍部長 他上面的講話還說 我們要發展超前技術 讓中國人感到恐懼 對吧 這是在一次會上 為此華春瑩 咱們外交部發言人還有個回應 說你要讓中國人恐懼 先問問中國空軍答應不答應 好 那麼這兩個人你看他 加速變革否則敗北 那個要發展超前技術 總之這個只是其中之一 就是用飛機帶著無人機 我們只是觀察它 將來這個東西能不能行 對不對 或者這個東西我們怎麼去應對 那請教張先生 您覺得美軍 這是在續謀什麼樣的作戰計劃 我覺得它有幾層含義 一個就是美國 因為它這種圍堵的策略 特別是在亞太地區 它的成本確實太高 隨著美國的經濟問題 以及相應的軍事投入的費用問題 它的我們說降低成本 增加效能對美國來講非常重要 你想說F-22也好 F-35也好 那都是天價的費用 所以它怎麼能夠讓它 費用降下來呢 一些簡單的 相對操作比較零變的 一些空軍海軍的設備 這是它能夠降低成本的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而且這些一旦成本降下來 它可以批量生產 對吧 對於它這個 形成有效的戰力和遏制 還是有效果的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什麼 它利用這些相應的設備 特別是無人的設備 它在局部地區的一些衝突 或者一些動作當中 相對它比較主動 怎麼來理解啊 你比如拿我國的台灣問題來說 這是中國的內政 但是美軍跟這個台灣 又要進行緊密的勾結 它利用一些無人的設備 不出美國大兵 只出設備的時候 烈度對它來講相對降低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 美國不遠萬里到中國來 這是來干涉中國內政 來破壞中國的發展利益 而我們人民解放軍 維護主權領土完整 維護我們發展利益的意志 能力和決心 是無比堅強的 就這一點上 美軍在具體干涉 中國內政的時候 和在這個地區挑釁的時候 它心裡就要打一個鼓 所以還是那句話 我們對待美軍 不管你軍事裝備 怎麼樣的提升 不管你的遏制形式 成什麼態勢 我們還是那兩句話 一個反對 一個不怕 這裡是《防務新觀察》 感謝兩位專家的分析 也感謝您的收看 想要獲取更多的軍事新聞 歡迎您登陸中國軍事網 或是關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中國之聲》 《國防時空》欄目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國防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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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